欢迎收看8月6号的百歌舞报 2017吉隆坡东运会进入倒数13天 而极具异议的火炬传递仪式 结束了其他地方的路线 今天正式传入吉隆坡直辖区 第29届东运会 世大马时隔16年再次成为东道主 我国今年一共派出874名选手 角逐398个项目 也定下赢得100面金牌的目标 成为全场总冠军 我国建议们目前都毛不停蹄进行集训 以便在东运会上为国争光 而谁会出任大马代表团骑手 成为了许多人的话题 据了解在大马代表团名单里 当加罗苏丹米战赛纳阿比丁 以及亲体部长凯里 分别参加马术奈利赛以及马球赛 至于这两位大人物会不会出张赛场呢 大马奥里会则保持神秘 说是希望给大马人惊喜 而骑手名单将会在8月10号公布 花个焦点来关注政治消息 朝野之间的战火 随着来接大选风声上传越演越烈 除了前首相敦马 以及副首相阿摩扎西的背景级血统 被对付起底攻击 新动党国会领袖林几祥的出生地也受到质疑 林几祥的儿子 也就是冰州首长林冠英 为父亲平反说道 其实重要的不是你来自何处 你是谁才最重要 同时怒撤国阵已经前驴技穷 批评国阵媒体会撒谎以外 没有其他人生目标了 那么说到未来大选的课题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认为 希望联盟在获得敦马加入后 马来选民的动向已经有明显改变 而根据行动党内部分析来看 首相纳吉不会给予敦马更多时间 接触郊区选民 此外陆兆福也认为 首相可能会在财政预算案前解散国会 把预算案当作大选宣言来竞选 因此火箭推断 来接大选会落在10月 对此行动党已经向各领导层发出指示 所有国州选区必须进入备战状态 而行动党也会在20后 召开全国大选备战工作坊 与州议员及领袖双讨备战策略 今天的五件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美好的下午 我们再会